现在是信息的时间 好不好 我们大家预备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心 来聆听神的话语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很高兴今天又在网上和大家见面了 我知道 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们 开始操练进食 有几位也私下告诉我说 他们感受到了进食的大能 当我们和圣灵同行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大能大力 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 我们会看到进食的大能 祷告的大能 恢复的大能 医治的大能 这些能力在现今教会里不难看见 我自己本身都经历过很多 其实最难看到的 看起来最不可能的是 是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 好像很少看到 难度最大 但是又是圣灵 非常重要的彰显 今天圣灵就感动我 要和大家分享和思考 这个神的能力中 最重要的彰显 复活的大能 很多人都知道 我在做牧师之前 是做电视广告行业的 但很多人不知道 在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是电影和媒体的专业 如果我们把主耶稣的生命 视为一部惊心动魄 又荡气回肠的电影 我相信这部电影的高潮 就是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 上了十字架 完成了人类的终极救赎 在这个高潮之前 还有一个耶稣服侍生涯的小高潮 那就是他让拉撒路死里复活 让我们看到了神复活的大能 今天我们就要谈谈 这个复活的大能 各位弟兄姐妹们 复活的大能不是复活节 才拿来庆祝的 其实耶稣的救恩当中 已经包含了复活的大能 复活的大能 也不是要等到死了之后 才能够使用的 当然身体的复活 是复活大能的终极彰显 我们需要看到的 不仅是死后身体的复活 还有我们破碎关系的复活 失败生意的复活 错过机会的复活 和失去盼望的复活 我衷心希望 今天圣灵能感动你 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 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如何能在我们生命当中 彰显出来 也是因为复活大能 真的很重要 我会把这篇道 分成两次分享 今天我们只探讨前半段 下一周我和大家分享 其余的部分 拉萨路复活的经文很长 贯穿了约翰福音整十一章 我不需要带领大家 把整章经文都读一遍 怎么办 我们就挑选几段重点的经文 来分析和查考 在看经文之前 你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 你想看到神 复活的大能在你生命里吗 你想吗 你要吗 如果你想 如果你要 第一件事你要明白 你要想看到神 复活的大能 首先你要 明确神不变的信实 第一点我要分享 要明确神不变的信实 明确神不变的信实 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一节 告诉我们说 有一个患病的人 名叫拉萨路 住在伯大尼 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 玛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模组 又用头发插他脚的 患病的 拉萨路 是他的兄弟 开始的时候 开始的时候 经文交代我们 这件事发生在玛利亚 马大和拉萨路的家里 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村庄叫做伯大尼 伯大尼在西伯来文的原文当中的含义 是痛苦贫穷的地方 真的在当时 那里真的是一个贫穷的村庄 在耶路撒冷橄榄 以东南的方向六公里的地方 住着玛大 玛利亚 拉萨路 他们兄弟姐妹三个人 你要知道 伯大尼是通往犹大地的出入口 也是一端学说的坚固营垒 信徒穿梭前往耶路撒冷的必经之路 在这种环境 人们很容易被各种异端邪说所蒙蔽 看不到神为他们预备的伟大的福分和能力 所以耶稣需要在这种环境下 施展神迹大能 彰显神的荣耀 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接着说 他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跳到第五节 耶稣素来爱玛大和他妹子 并拉萨路 各位听众姐妹们 这一句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耶稣很爱这一家人 玛大 玛利亚和拉萨路 当拉萨路死了 姐妹们赶快打发人 把消息传到耶稣那里 耶稣不紧张反而拖延了好几天 这好像有一点不符合逻辑 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 玛大和玛利亚看到自己的亲弟弟就是拉萨路死了 肯定紧张害怕 不知所措 还不错 至少他们还记得要去找主耶稣 这和我们是不是很相像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 遇到挫折 遇到困难 遇到不幸的时候 我们总会忘记神的慈爱 忘记神的应许 特别是我们在等候的时候 看不到希望的时候 感觉遥遥无期的时候 疑惑神会不会应许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往往忘记了神的信实 忘记了神在过去曾经带领我们走过崎岖坎坷的信心之路 我们很自然的把焦点放在问题上 困难上 而不是神的信实之上 就好像玛大和玛利亚一样 看到弟弟拉萨路死了 就慌乱了 就害怕了 忘记了他们和耶稣的关系 忘记了他们是主耶稣所爱的人 忘记了耶稣必会拯救他所爱的人 今天我们要明白的第一个道理 你要想看到神复活的大能 首先你要知道我们和耶稣的关系 因着这个关系 我们才能建立我们的信心 在这个复活大能的彰显当中 你会留意 复活 生命 信心 都是对等并联的三角关系 因着有信心才能看见复活 因着有复活才能有复活后的生命 因着复活的生命 我们建立更多的信心 这三角的关系 是建立在与主耶稣的关系之上 简单的说 你要想看见生命里的复活大能 首先要和主耶稣的关系上 建立对耶稣的信心 知道主耶稣爱你 他的慈爱和信实不会改变 而且相信还要宣告 做到这一点 你已经成功了一半 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创世纪 神是怎么形容 他在埃及的子民们 创世纪十五章 第十三节这样写道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神预言亚伯拉罕的后代 要在埃及居住四百年 而且要服侍埃及人 要被埃及人苦待 这个服侍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 在教会当中的侍奉 这种服侍在那个年代 就是要做奴隶 侍奉他们的主人 在这里神就是很明白地说 你们这些以色列人 在埃及都是奴隶 就这么简单 可是当四百年后 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 离开埃及 进入神 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的时候 以色列人的情况和身份 发生了完完全全的改变 出埃及记 十二章四十一节这样写道 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你看到没有 这些当年在埃及做苦工的奴隶 现在神称呼他们是 耶和华的军队 我相信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一定没有注意到这微小的变化 这一群瘦巴巴的 营养不良的 在埃及被欺压 做了四百年苦工的奴隶们 怎么可能立刻变成了大能的军队 最后你还看到 不仅埃及的军队怕他们 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 全迦南地的军队都怕他们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 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 重新建立了和耶和华的关系 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和使命 看清楚了神带领的方向 这时候 人的心态 就会发生非常奇妙的变化 恐惧 胆怯 担忧 挣扎 全都不在 反而充满了火热 充满信心 充满盼望 充满力量 美国的心理学家 罗森塔尔在1968年的时候 做过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事业 他找了一个学校 在学校里随机拣选了两批 年龄和学习都差不多的学生 把他们分成两个班 一个班的老师每天向他们灌输正能量 讲述一些世界名人的成功故事 特别告诉他们 这个班级的学生是特别拣选出来的 未来你们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 你们肩负着我们美国未来时代的使命 另外一个班级的学生 虽然也是随机卷选出来的 但是一切按照正常的教学 没有任何特别的鼓励 当一个学期过后 他和他的助手非常惊奇地发现 凡是在第一个班级的学生 学习的成绩都明显地大幅地提高 而且每个人性格都非常活泼 非常开朗 自信心也很强 求知的欲望也很旺盛 更愿意跟别人交流 罗森塔尔就做出了一个结论 当你认识到你的身份 你的意义 你的使命 你的未来 你的生命的角度将会发生改变 这个理论在社会心理学 也被称为罗森塔尔效应 我还听过另外一个故事 发生在1947年独立战争时期的以色列 当时刚刚诞生的以色列 要面对周围几个阿拉伯国家的挑战 在以色列的一个小村庄当中 成年的男子都出去打仗了 保卫这个村庄的都是一些老人 或者是十多岁的小孩子 就有一个15岁的小孩子 叫做贝克 村长让他晚上把守村口 防止敌人偷袭 你要知道 当时前线的武器非常缺乏 更不用说这种小村子 全村连一支枪都没有 那怎么办 村长给了小贝克一把长扫把 好像这样 告诉他说 反正天黑也看不清楚 如果你发现有陌生人 你就用扫把对着他 大喊 不要动 否则我就开枪 你就能下住他们 小贝克说 村长 这就是一把扫把 怎么能把它当成枪用 村长说 小贝克 你现在保卫的是神的土地 你要相信 这个扫把就是枪 神能够把它变成枪 小贝克听了之后 非常受到鼓舞 顿时握住这把扫把的时候 好像握住枪一样 到了半夜 他看到村口有一个人影的晃动 他就立刻冲了出来 端着扫把 大声喊说 站住 举起手来 黑影没有停下来 还继续地走动 小贝克又冲到面前 举着扫把 又大声喊 再动我就开枪了 结果仔细一看 原来是他的小伙伴 汤姆 他就问 汤姆 我都说你再动我就开枪了 为什么你还要动 还是我喊得不像 你不相信我真的有枪吗 汤姆说 不是 你喊得真的很像 像真的一样 我当然相信你有枪 那你为什么还要动 汤姆说 村长晚上让我来巡逻 我也害怕 但村长说 汤姆 你不要怕 现在你要想象 你不是汤姆 你是一辆坦克 上帝要把你变成坦克 所以我现在是坦克 我为什么要怕你 这个故事 是在以色列早期流传的一个笑话 也侧面反映了 当时以色列人 保卫国家的精神和气概 这个故事和 罗森塔尔效应一样 我相信 这不只是人心里的暗示 这绝对也是神的法则 当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 在神里面的定位和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生命绝对不再一样 我们的勇气也绝对不再一样 首先明白 确立我们和神的关系 抓住他应许去面对问题 带着神赐给你的命定和身份 是看到复活大能的第一步 第二件事情你要做到的是 二 相信神运行的时机 相信神运行的时机 约翰福音十一章第三节这样写到 他姐妹两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 主啊 你所爱的人病了 耶稣听见就说 这病不至于死 乃是为神的荣耀 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 跳到第六节 听见拉撒路病了 就所居之地 仍住了两天 这段经文我们看到 按照耶稣对拉撒路 玛利亚和玛大的爱 耶稣应该放下他一切的工作 立刻赶去医治拉撒路 按照常人的理解 就好像你现在要打电话 叫救上车一样 应该第一时间就到达 可是耶稣没有那样做 看起来好像有一点让人失望 但是在这里 耶稣知道神的时间 他知道在他上十字架之前 神要他在这里 就是在伯大尼彰显天父的荣耀 你要知道 拉撒路复活 是一个弥赛亚籍的神迹 什么是弥赛亚籍的神迹 Messanic Miracle 在主后一世纪的那个时代 死人复活并不是见不到 也发生过很多次 所以犹太的文士教导 人死了三天之内 是有可能会死里复活的 因为三天之内 灵魂还不会离开 三天之后 灵魂才会真正的完全离开 回到上帝那里去 就是说 死了三天以上的 就绝对没有死里复活的可能 除非是遇到弥赛亚 没有人能让死了超过 三天以上的人复活 那为什么灵魂要留三天呢 我做了一些研究 很有可能是因为 古代的时候 医学水平并不发达 很容易出现一些假死的现象 其实没有死 只是重度昏迷 你摸他的气息非常微弱 你没有办法察觉 你以为他死了 如果三天昏迷还没有醒来 还不吃不喝三天 第四天估计 他不病死也肯定会饿死的 所以华人也有类似的传统 古代 当人死了都要至少停尸三天 尸体在脸上要盖一张黄纸 就是为了防止假死 万一活过来 气息回来 吹那张纸一动 家人就发现了 当然有人说 脸上的黄纸是为了防止他变成僵尸 那绝对不是事实 那是电影看太多了 回到拉撒路 你看 拉撒路死了几天 约翰福音 十一章十七节说 耶稣到了 就知道 拉撒路在坟墓里 已经四天了 已经四天了 拉撒路死了四天 按照文士的教导 和犹太的信仰 基本上可以说 他没有任何死里复活的机会了 耶稣能让他复活 绝对是行了弥赛亚级别的神迹 证明 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所以 耶稣不急着赶去 其实就是遵守神的时机 为了彰显弥赛亚的神迹 荣耀天父 他放下自己私人的感情 放下对马大 马利亚 甚至拉撒路的担忧 遵行天父的旨意和时间 不能因为私人的感情 外在的压力 偏离了天父预定的时间和计划 这是我们今天应该学习到的 各位弟兄姐妹们 有多少时候 我们在做出一些抉择 一些改变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受到了外部的压力 老板的压力 同事的压力 家人的压力 或者环境的压力 种种压力 让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 可能你的内心并不愿意 但是没有办法 可能你没有去遵行 心里那个微小的声音的指引 反而我们跟随自己 在压力之下的情绪 而做出了肉体的选择 而不是选择圣灵带领的方向 主耶稣 在施展复活大能的时候 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完美的榜样 管理外界的压力 控制自己的情绪 对我们想看见神的荣耀 至关重要 我读过一句话 非常非常有道理 这句话说 一个成熟的人 至少要做两件事 控制自己的情绪 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强者控制自己的情绪 弱者让情绪控制自己 这句话虽然不是圣经的话语 但是也非常非常有道理 我发现很多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其实就是想不开 就是放不下 就是没看清楚事情的相互关系 当我们遇到一些烦心的事情 记得一定要先处理情绪 然后处理问题 如果你情绪没有处理好 或者带着情绪去处理事情 肯定会更糟 心理学相信 克制情绪从来不能靠忍 你说我要忍 就算你能忍得住 总有一天会爆发 克制情绪应该靠一些学习 靠一些操练 这就诞生了一个学问 和情商 EQ有很大的关系 叫做情绪管理 Emotion Management 教你怎么掌握自己 调节情绪 以正确的态度 来面对生活 和遇到的问题和矛盾 要达到一个终极的目的 最终的目的是 不要让情绪 影响到我们的决策 还有一句话 说得更好 他说 发脾气是自然 控制脾气是能耐 脾气大的人 往往能力小 能力大的人 往往脾气小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 被情绪操控的人 我知道 有时一些事情发生 会让我们的情绪 或者脾气 一下子高涨 几百倍 真的 真的很难控制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 我感觉我自己 还算是一个脾气不错的人 但是有的时候 我发现我也很难控制 特别是当我在路上 驾车的时候 我要切换车道 我就打了信号 后面的车子不仅不减速 反而加速 硬硬把我再挤回来 我立刻就会火冒三丈 如果是当年的我 那时候还没有信耶稣 我肯定直接拉开窗户 就问候他母亲 当然现在我不会这么做 但是心里 还是有点像伊利亚一样 有着一股想叫 天上的火下来 烧灭那辆车的冲动 真的要圣灵帮助 赐忍耐 赐爱心 或者 有的人会遇到一些困难 或者问题 问题没有搞清楚 自己就先乱了阵脚 情绪低落了好多天 把神的祝福 神的应许和过去 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成就的见证 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你的情绪好像这样 能左右你的心情 我们很难看到 复活的大能 成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那好 当我们遇到问题 怎么样能不乱阵脚 怎么样能控制住我们的情绪 能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 能有机会看到神动工 还能看到复活的能力 彰显出来呢 很简单 今天我要把秘诀告诉你 三个字分成三步 第一个字是缓 缓下来的缓 当我们遇到问题 遇到矛盾 可能让你担忧 可能让你生气 可能要让你发脾气 这些都是人之常情 完全完全可以理解 第一件事 你要做的就是缓下来 什么都不要做 都不要说 都不要讲 给自己一点时间 让情绪的高峰过去 防止我们在最情绪 最激动 最生气的时候 做错事 说错话 如果你想真的想说什么 你控制不住 去到一边 没有人的地方 大声的方言来祷告 宁可花时间 用方言祷告 也不要去骂人 也不要去讲一些消极的话 宣告出了一些咒诅 对谁都没有好处 第二个字 是退 退下来的退 情绪抒管下来之后 就要冷静 退一步 想想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有必要和那个人相争吗 有必要生气吗 有必要去担忧这件事情吗 有必要让自己情绪低落好多天吗 退一步 海阔天空 忍一时风平浪静 该退就退 学习退一步 第三个字 是问 问问题的问 情绪缓下来之后 退一步 想清楚 思考清楚 问题的本质之后 这个时候 就要把目光放在神那里 问问自己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主耶稣的身上 他会怎么做 可能你觉得 你不是耶稣 那你问问自己 如果问问主耶稣 耶稣会让我怎么做 如果这件事情 发生在一个 没有信主的朋友的身上 他来问你 他说 你是基督徒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那你又要怎样回答他 如果你能回答得出来 这可能就是最好的答案 如果你掌握了这三个字 先缓 再退 最后 无问 我相信 情绪和脾气 已经无法完全控制和掌握你 当我们把我们的精力和注意力 集中在神的身上 集中在神对我们的旨意和命定之上 好像耶稣一样 不被个人的情绪 外界来的压力所干扰 这样我们就能抓住神的时间 就能在这段时间里 看到神要成就的旨意 更容易见证神的荣耀 更容易经历神复活的大能 各位弟兄姐妹们 今天从拉撒路复活的神迹 让我们学到两个功课 你要想看到神复活大能的彰显 第一 你要明确神不变的信使 知道我们和神的关系 明白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和定位 借着这个关系所产生出来的信心 带着应许去面对问题 第二 相信神运行的时机 我们还要学习好像耶稣一样 不要被私人的情感 外界的压力所带来的情绪变化 所左右 定睛在神的身上 专注在神的应许之上 抓住神的时间和这段时间里 他要成就的旨意 除此之外 还有第三点和第四点 下周我会和大家继续分享 我祷告 我宣告 这四点分享之后 求神 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来看待神复活的大能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也要经历神复活的大能 阿们吗 同意 你就大声说阿们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要祝福每一个人 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全心感谢你 今天 借着拉撒路复活 让我们看到你 复活的大能 是如此的重要 我们要明确认识我们和你的关系 我们和你是盟约的关系 我们和你是血的关系 我们和你的关系是你在我们里面 我们在你里面的关系 也是借着我们的关系 求你赐给我们超然的信心 也求你帮助我们 不被外界压力和自己的情绪所控制 单单单专注你的命定 看准你的时间 走在你的道路 完成你的旨意 我们要看见神 复活的大能 今天 我要奉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名 祝福每一个人 我们不仅要看到 死后身体的复活 我们还要看到 破碎关系的复活 失败生意的复活 错过机会的复活 盼望失去的复活 见证复活的大能 就是彰显神 你的荣耀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 最后祝福所有观看 今天聚会的弟兄姐妹们 愿天父的慈爱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和圣灵的感动 加上神的保守 和超然的平安 无论他们现在在哪里 都与他们同在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起说 阿们